刚从城前朋友圈现下活动回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经历 今天的现下的活动是在北京海淀区的北青路 在一家酒店里举行的 那个酒店名字叫 朗里兹西山花园酒店 就是在我这个老东家 用有集团的旁边 就是挨着用有的 快到西北六环了吧 我是到那了就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不过前两年这里通地铁了 坐地铁16号线在永丰南站就下车 出地铁口就是这家酒店 就是还是挺方便的 到那的第一件事就是签到 就是然后门口它有一个挺大的一个 签字的背景墙 就供大家这拍照 拍照留念的 当然了 不用我们自己拍照 有一个专门拿着单方向移动拍照的一个工作人员 过一会他们拍摄的照片 就会自动传到那个小程序上 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打开小程序上 就看到自己的照片 然后可以自己下载什么的 由于我就在北京 虽然我离得比较远 但是相对其他的 很多人从外地赶过来的 有从什么河北的 有从山东的 有从辽宁的 有从内蒙的 等等 他们就有开车过去的 有坐火车过来的 就是我到那算是比较早的一批 到那第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就是互换微信 做一个特别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就互相加微信了 其实大部分人去参加这种线线活动 就是为了交朋友去了 不过我们想想 这种见一面就没说两句话 就互相加微信了 这能不能算是什么朋友吗 最多算是有对方的联系方式的 后续有时间还得再细聊 今天现场活动 一共是三个 就三个嘉宾去分享的 就第一位登台的 做分享的是一位90号的一个创业者 他是做抖音做的比较厉害的 叫安可欣 他是连续七个月的抖音 做到了北京的餐饮销售 JMV第一名就第一名他做那个是餐饮的 就是做实体店 餐饮门店的这个线上销售的 他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 如何利用短视频为线下门店 做低成本的引流 以及一些这个拍摄的技巧什么的 第二位登台分享的嘉宾 也是一位挺厉害的一个创业者 他不过他不是做抖音的 他是前喜马拉雅的副总裁 是现在这个兴细营地的一个 创事人厉害博 没错 他现在他拙的事也就是做一个营地的 做的也是非常牛逼 然后他分享给他自己从一窍不通 处处踩坑 然后处处犯错这种 然后到慢慢的做大做强的一个过程 据他说 现在这个雷军 深臣 什么罗振宇 反登等等的一些大佬 都是他的客户 当然还做的还是比较牛逼的 最后登上做分享的就是今天这个主角 就是称钱 称钱呢 他给前面的两位加密 分享的方式不太一样 他们可能就是分享自己的一些励志的故事 这个营业模式什么的 称钱呢 他主要是一些聊天的形式做分享 就分享了创业者如果讲一个什么架着千万的故事 好故事的什么内容结构 以及朋友承接朋友圈 他内容创作一个流程等等 就是做的比较简单 他主要是聊天的形式去说的 以上是三文加密分享的主要内容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提问时间 大家互换微信的时间 就整个会场是比较打人比较多 很多人是一见面就一通加微信 就是我个人觉得吧 这种互相加微信的方式效果不太好 就感觉作用不太大 然后我就是没有加几个人 只是跟我们在一个桌上的几个人 就互换了一些微信 一个桌上是应该是十个人的 我们那桌上坐了八个人 其实在参会的前两天 活动这个组织的工作者 他已经把所有参会人员 就拉到一个比较大的微信群里了 就微信群里有三百多人 很多人已经加一波微信了 由于当时我是加我微信的人比较多 就是很多人我都没同意 就直接给你忽略了 其实我们想讲 加那么多人有什么意义 又不是说加微信同意的人越多 你后面的生意越好做 对不对 好像没什么直接关系 其实每一位创业者 或者是做公司的人 他真正需要的是有家人的朋友 有义务交集的人 不是说是你是一位的公司老板 他就要有人加你 就是加这种人太多的话 估计没多长时间 你微信同意录 可能就爆满了 满员了 这有啥用呢 对不对 真正的朋友 就是每次聊聊天什么的 一起喝喝茶 一起吃吃饭什么的 两个人之间 就是互相互相了解 就是这样以后 时间长了以后 会产生一些合作的机会吧 才有可能产生一些合作机会 才能成为你真正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朋友 所以说经过这次 这个承接碰缺线下活动以后 我突然觉得有点明白了 就是 采接这种线下活动 真是没有太大意义 就可以适当的组织一些 比较小范围的一些活动 你比如一次的 有五六个人参与 或者是最多七八个人 就这样的活动 就是小范围的一些活动 大家才有时间 就是互相了解 因为你互相了解以后 才能产生后续的 其他的交集 你就像今天这种活动吧 我们那一桌是八个人 就是在会议期间 主持人和我们十分钟时间 让我们同桌上坐的一个老板们 就是做个自货介绍什么的 起码要让他坐在一个桌上的人 都是互相认识吧 对吧 就这种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 结果呢 刚轮到第三位老板 做自货介绍的时候呢 主持人就开始 做下一个主题了 结果就是一个桌上 那个八个人 都没有时间 做自货介绍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然后我就建了一个微信小群 把这八个人 都拉到一个小群里 然后后续有时间 他们在抽时间 在互相认识吧 以上是我今天参加 这个承介朋友圈 线下的活动的一个经历吧 就是这一天的经历 你觉得你参加这种 线下大线的活动 有什么用吗 有用吧 就说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参加吗 当然了 也不是说你想参加就参加的 还是得付费 成为他们的会员以后 才能报名的